還是要講一點 剛才第一個問題是說 有很多小孩子 他出生的時候 發生了很多意外的事故 然後死了 他的本身依附在母親的身上 這個是問題很簡單 因為最親的人就是他的母親 他的魂神 他的魂魄不找他的母親找誰 所以不管是怎麼樣子死的 他都會來找他的母親 有的人講這個可能是不太公平 為什麼不找父親 因為這個我們人假如發生了什麼事 時候先叫我的媽 這主要啊 還是這個母親的慈性啊 他身體裡面的這個慈性 跟這個小孩子的慈性 比較接近 大部分的小孩子的這個 因果跟母親 事實上是比父親還接近 另外有一個問題呢 好像 就是說 這個小孩子出生 有的時候是認為說 孩子生太多了 當一出生他認為 他就拿一個毛巾 然後怎麼把小孩子 忽視鼻鼠 讓他這樣子死掉 這個也是一種因果 所以第一個答案就是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呢 好像是母親去騙這個很多的這個 男朋友 那怎麼這個子女本身很放蕩 這個好像是說 為什麼子女本身來當當 事實上這個理由跟前面那個理由 是差不了多少 這個子女本身放蕩 其實 她自己便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痛苦 子女的放蕩 只是給父母帶來的痛苦 這也是有因果關係存在 因為你父母放蕩 子女邪父母也放蕩 這是一種因果 但是子女在放蕩的時候 便不覺得她自己是痛苦 反而覺得自己是快樂 像這樣子的緣分 叫做錯綜複雜 夫妻的緣分很錯綜複雜 因為 要舉個人的例子來講 好像是說 小例子啊 好像每一個家庭都不同 有很多很恩愛 也有很多是 從結婚一直吵到來 這個 因為她的例子通通不一樣 有些是這個樣子 好像 他們本身的因果 已經吵得差不多 因果都快淡了 那時候就 離婚 那 可以說是解脫 離婚也算是一種解脫 舉一個例子來講 那個女的太太假的 是來報恩的 她對她的先生是百依百事 打她 罵她 她也不走 她自己吃苦 讓先生吃好的 吃甜的 她自己吃苦 先生再怎麼壞 她都說好 你說這個不是來報恩嗎 而且她還鼓勵她的先生 多取幾個 像這樣 這麼好的看 她也實在是可以多取幾個 不過她腳是來討債的 那你猜 有一點飲食 她就給你脫瘤爽 那個 第二天早上啊 那個都不能上班 因為臉上都是抓的 那這一定是來抱怨的 也不煮亂 也不洗衣 也不帶小孩子 也不做事 薪水全部她來管 你當牛當馬都管不清 而且還嫌不好 到時候你還要被踢下床 也是來報仇的 等到仇報完啊 她就走了 所以夫妻之間啊 有的是報恩 有的是報仇 有的是先報仇 後報恩 有的是先報恩 後報仇 所以恩怨很複雜 就跟人之間啊 好朋友好朋友 其實她也會變成怨家對頭 恩愛夫妻啊 到最後變成仇人 也是很多 這個用邏輯啊 因果的道理 她這樣子分析出來 就跟紡織機一樣 這一條線 遷到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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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形是一樣 但是有她的道理 因果的關係 我經常以前講過 好像紡織機一樣 那個線 封到哪裡遷到哪裡遷到哪裡 這個道理 像我呢 我自己 我自己 始終覺得自己的心地很軟 心地太軟 所以像我這樣子 心地軟的人 實在是很 都是很軟 也就是說 肯不下 這個心啊 一個人的心啊 肯不下 肯不下 所以有時候人家講一句好話 我們心地就軟 有時候又 回頭又想一想 太狠了 也沒有意思 所以要有這樣子的想法 夫妻才能夠走得比較遠 假如是心地很硬的人 夫妻很難得走很遠 等到他去法院 一撒影啊 這個再回頭就難 所以這一切都是英國關係 慈悲跟慈悲 我自己也覺得 好像 這個慈悲越來越少 既然把自己的 這個幾位 喪失同門關起來 至於智慧嗎 好像 現在的 我自己的智慧已經退化了 最近 我有一種很恐怖的心理 因為我越看 國經 越讀國經 越修法 越覺得恐怖 因為越學啊 越覺得沒有法 有一種感覺 就是沒有力的感覺 無力感 斜到最後 感覺到 好像所有的法 都用不上 而且呢 斜到最後 好像所有的法 都沒有用 那自己變成 必須要依靠別人 必須要依靠 必須要依靠 好像沒有一個東西可以依靠 不但自己覺得非常的渺小 那簡直就是沒有用 那講一句真的話就是說 講一句罵人的話 就等於說 你就是廢物啊 那斜到最後 我現在已經變成廢物 這種感覺非常的恐怖 非常可怕 好像要修法 這個修這個法呢 是來求什麼 求什麼 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求 有時候 學社招法 要請佛菩薩來 我在想 請佛菩薩來 有什麼作用呢 有時候啊 我們修正義法 是想要 增加一點福氣 增加一點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在想 修這個法 對我有什麼益處呢 有時候想修習災法 但是呢 我在想 災難本來就應該發生在我身上了 何必再修什麼習災不習災 讓它來就來 讓它去就去 在我的眼中 世界上的好人 壞人 通通一樣 既然是一樣的話 那還要修什麼祥苦法 那麼 現在我學了很多很多的法 但是到最後 變成所有的法 都是沒有用的法 因為我變不去用法 所以這種心理的產生啊 就是感覺到 一種智慧的靈彈 我在翻開佛經來看 發覺我自己的智慧 真的是靈彈 因為我把所有的通通學了 就等於所有通通沒有 所以到現在 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慈悲 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智慧 現在就是每天三餐吃飯跟睡覺 到蜜壇裡面打打坐啊 這個冥想啊 跟宇宙之間交流 隨意自在自在消遙 剛才聽禮上師講這個 實悲跟智慧 我就有這樣的一點感想 剛才我所講的 就是我最近的 好像心靈的感觸 事實上 這種心靈的感觸 也不知道有什麼 好像也沒有什麼心靈 你們講了半天 你們講了半天 好像 只是在講些什麼 不過 既然講出來了 就讓大家慢慢去體會吧 那我們再講一點 佛說阿彌陀經 這個佛說阿彌陀經 就是因為 釋迦牟尼佛講阿彌陀經 不是阿彌陀講釋迦牟尼佛 這個講來講去都是阿彌陀佛 那不講也是阿彌陀佛 那現在也就是講阿彌陀佛 那等一下講完了還是阿彌陀佛 為什麼要講這個阿彌陀佛 因為你只要受持了這個阿彌陀佛的名 你就有功德 你就有利益 上師本身有時候也經常念阿彌陀佛 你們跟上師一頂禮 上師就念南無阿彌陀佛 這個是念給你聽 讓你印在心中 你心裡面有佛的種子 將來會發芽成長 這個我們經常為人念阿彌陀佛 這個就是佛陰跟佛果 其實事實上 在這個世界上 還沒有佛講阿彌陀佛以前 就有阿彌陀佛 那阿彌陀佛是永遠存在的一個佛 今天你們也許不知道 阿彌陀佛有沒有來今天晚上 其實沒有來 其實也有來 因為他沒有來也沒有去 不在這裡也在這裡 所以就叫做無來 這個念佛能夠成佛 為什麼 因為你本身就是佛 當你念佛的時候 你的口就清淨 當你耳朵聽到佛的時候 你的耳朵就清淨 當你耳朵聽到佛 這個佛映到你的心裡面的時候 你的心就清淨 由於這幾種因素 演變成為 你自己本身 就變成佛的形象 這個淨土中的念佛 其實 本密中的修行成佛 是一個道理 今天也有人問我 為什麼說 你學密 為什麼要講阿彌陀經 其實信土中的阿彌陀經 就是密中的方便 當我們經常念佛的時候 嘴巴就不會去亂罵我 當我們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你就耳朵只聽到阿彌陀佛 我們在想佛的這個莊嚴 印到你的腦海裡面 就是密中的觀想 就是密中的觀想 這樣不是三密成就嗎 今天在台灣 有很多很多的宗派 但是事實上 他們很多的禮拜儀式阿 跟修行 都是用念佛 我們本身學密 我們本身學密 但也是有教大家念佛 所以要教大家 這一本阿彌陀經 底下幾句是 經思此經 謹按台中 武從弦義實言 這個意思是說 今天要解釋這個經阿彌陀經 還是要按照天台中的方法 來解釋這個經典 來解釋這個經典 這個天台中 在解釋所有的翻譯 所有的經典的時候阿 他都要講五重弦義 這五重 就是一二三四五 五個結段 五個成績 弦義的意思呢 是 以這個很弦妙的說法 來解釋這個經典裡面的第一 五重第一 四明 就是解釋這本經的經明 第二 問題 然後再來解釋這本經 這個 他本身的體相 第三 是明中 明白這本經的宗旨 這本經的宗旨啊 我當初講這本經 他的宗旨是為了什麼 第四個是論用 就是論這本經 到底是要怎麼樣子來 有什麼法 可以怎麼使用呢 第五個就是叛教 所謂叛教是以佛所說為教 為度眾生 但是他的那個教 有他的身啊 有他的錢 這是要判別他的聖情 所以解釋這個經啊 就是用這五個方法 有問有答 來解釋這本經 那今天 今天我們講這個佛所阿彌陀經 就解釋到這裡 那時間還早 就跟大家講一點小故事 那最近 有一個弟子啊 他要求我 說畫一道糊給他的那個婆婆吃 婆婆是那個她媳 丈夫的媽媽 婆婆 她的意思是說 她結婚的時候一入門 婆婆對她很不好 她要求上司給她一道糊 是不是不只是一道糊 好多道的糊 她那意思是說 讓這個她的婆婆啊 慢性重 這個樣子 她問我有沒有這種 那上司給她回答說 有上司有這種 可以幫助你 你婆婆慢慢的 這個一個禮拜吃了一道糊 兩個禮拜吃了一道糊 她身體會慢慢瘦下來 然後就變成一隻糊 那麼你的仇人氣出來以後 你們小夫婦兩個 就可以快樂的過日子 但是我加了一句 我加了一句話是什麼話呢 但是這個糊啊 一定要配一副東西一起吃的 你用啊 你婆婆最喜歡吃的東西 跟這個餐給她吃 然後我就寄了一大碟的福給她 當時這位那個 當人家媳婦的很高興 她說終於可以棄掉這個眼中丁 過了將近半年以後呢 這位媳婦又來信 希望畫上師畫一個解讀的福給她 我問她說為什麼呢 因為經常煮好吃的東西給她婆婆吃 現在她的婆婆對她很好 因為她的婆婆經常吃她的這個好吃的東西 覺得這個媳婦也不錯 那這個媳婦呢 也覺得這個婆婆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良心花心 希望有一個解讀的福 理解掉這個婆婆身上的福 然後我回信給她 那些福都是合格福 不是中毒 其實我也不會怕中毒的 我媽妳分享